那一人给他送了一个花 他就看着那花在笑 贵中只有一个大帝子叫Jes 叫嘉烈之行 他就看着花也在笑 然后佛陀一看有人笑 就跟大夫说 好 这会结束了 我的教牌已经完成了 大人更惨了 那看后面听法了 我们直接来完成了 所以侯童说 这个法叫教外谍传 不理文字 以心定心 知智佛性 我已经妇虏大家舍了 所以他是第一代传人 侯童捏盘以后 有家舍做僧宫的领统 继续领着大宫的修行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不言之调 这个不言之调要看什么 要靠心音 就是你途走那个心中的阴 那个阴就是阴谷 它震荡出来的 这是子时古生 圣古生 以心 益心 所以我教学的时候很特别 你们这个班都蹬着大眼睛听 之前那个人多的一个班 好几个大呼了 大家笑得很短心 等一会儿就要哭 我说你别拐着 让他睡 让老师听 看看他就会吵死你了 我说他是个最好的学生 你不要下次都睡掉了 然后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当一个人能够把主观意识放下的时候 他的那个灵魂起来 四番门教你们都是教你们的那个理 教你们的灵魂 教你们的继续使用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主观意识能停下来 你就变成一张白纸 你就不会再活摸画滥写 你的牛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去一张白纸 然后你们知道复印机的原理 如果你拿一张写满了东西的纸去复印擦 你原来的东西看不懂 老师新教的东西也看不懂 你用乱七八糟弄在里面 他大约跟我修学最好的方法就是 变成白痴 不是真白痴 是白痴 为什么要变成白痴 要好复印老师的东西 老师的心音 通过意 通过音声传心音 印在里面心上 所以你们听我讲话有一种透理 就是能讲到里面去 有一种透理 它不是那个普通的演讲师 在外面飘落 它可以印到里面去 这个就是在给你们通过音声传呼 给你们能量 所以今晚老师讲课 回去不会睡觉 好几个人给我投诉 老师上完你的课睡不着啊 他说十年了 我说不是十年 是充电太狠了 他说怎么办 我说放电 他说怎么放电 我说看书 所以他已经看电视 已经看累了 电放差不多了就睡了 他试着好用 放放电就可以睡了 不是自己失眠 是能量太假 所以我们通过音声在传 传能量给大家 所以这个意是 要跟老师心听相应 以老师的意 听起来的意 把自己的后期的意放下 然后神是什么 神是神光 刚才说山 山人的山是在山脚下好修道 所以这个地方要念出一个 活泼泼圆多佛 光所佛 光而不要的神光 有着这个神光 你才有大名 下一个就可以名谈你 所以这个藏义中告诉 所有的修法 都在这个宝月轮中观主的字 在这个宝月轮中观上实 观本尊 然后自己一翻 自己消失 你就是本尊 这个就是神光修法 神光修法 所以在哪里修 这个秘诀 就在凌山泰下修 就在这个地方修 所以甚至山学 是这部的学问 不是让你们上山 不回来的学问 那个不能成就 为什么 你会饿死的 现在连地都没有了 你跑到山里面去 对不对 那么 山学 所以修出来的人叫先 什么是先 是佛福萨在 宇宙先天大道的道光德能也在 什么东西才可以把这个东西 用在我们地球上去帮助众生 所以古人说 不是道能弘人 是人能弘道 先人是一批修炼出来的人 在古代的时候 佛门叫菩萨众 在家菩萨众 你看菩萨众都是在家众 阿劳汉大部分是出家僧 僧名修出来的 菩萨众 所有的菩萨都实现的是在家身的余果 这边人为什么要在家修道出来呢 因为他不使众生 跟众生何光同成 深懂众生的心里的东西 然后度他们出苦 这种人叫仙人 叫仙人 在佛门叫菩萨 所以他是人来的 所以一定是山家的本子 他达到菩萨级 他就可以成仙 在道号上就叫山人 像我的师父叫青龙山人 你看到杠杠用山人的 不是现在 现在豪得了 谁呀一出来一穿就是佛佛 然后一弄就是上人 然后什么都可以自尊 古师都不可以 那是师父印证你到了那个层次 你头顶上出来一个人 你的身外身成就在头顶上叫仁上 那才敢叫上人 所以你这个毗洛扎拉顶上行 你的自信佛 你没有修成功 你没有在头顶上有尊佛 所以是唐密都在唐密的准提菩萨 手里托了一个佛 然后呢 这个地方有一尊佛像坐在这 跟普通的准提菩萨的不一样 什么道理 就告诉你 一身可以验出一个身外身 叫法王子身 才成就 成就在头顶上有一个真的 一个跟你一同一样的人叫上 这个你才得上人封号 很多人根本就不懂这种修炼法 他也敢叫上人 叫贱验 就是自己封 所以有的时候是徒弟封他 久了就叫什么什么上人 有些大德不要就这样叫他 因为他自己知道 离上人差异太大 只是有一些理论而已 没有达到那个上人的水 先人 善人也是这样的 善人必须是达到头顶上 要练出一个真的不死的神仙身 不是这个肉口身 是那个不死的精身叫善人 所以他出来才敢叫善人 善人 你看这个在三国演义里面 这个诸葛亮动不动就说一句话 即使善人自有妙计 对吧 善人就是已经是 师父印证你一定身害神圣人了 并且身害神已经打得戒位了 获得神仙的戒位 不是人 不是凡夫子子 所以是这个 它是我们生命进化到高层次的生命光 光中化佛无数亿 光中化菩萨众亦无边 所以是都是光化的 所以说我们的生命光可以信一切者 它可以化菩萨 可以化圣所 可以化万有 所以是山人 山学 最高的学问 是乃是你这一生意义成立的法 不是躲避成天 跑到山底的学问 只不过他们为了好看 把一个人字拿掉 所以是山人自有妙计 所以山家人你就知道他不是 他是血 所以你们不要随便叫山人 嚇个人 所以一武信仰山 这是真正的玄学 这是中华民族八千年传承到今天的文化之分 所以是中国古代叫神州 叫神州大地 它就告诉大家 在中国就是神的世界 就是神人的世界 所以我们今天人开始甘愿与堕落 自认为自己是动物 然后是动物就可以有一点动物的野性 然后有一点动物性 不那么像人 像个禽兽 像个畜生 也无所谓 然后大家习惯了 因为我们都是动物 不然你属动物 这叫你的本性 是你大错 人根本就不是这个地球的产 你的肉身是地球的 土归土 尘归尘 是地球的材料做的 你的灵魂 在佛门系统 我们来自光明天 这在佛经中告诉 我们为什么人可以用心意下功夫修炼 心可以透过心光 意可以产生心音 那么在光明天的人相互交通的时候 他们并不会张嘴说话 他只需要心意动 对方就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是这个叫心音 所以是他光明天的人 是通过光传递信息 通过心音传递意念 但是我们的母体 我们自己的本身 为什么在耶稣基督的圣经中 我们被感触了一点点 大家从这个故事开始 那么我们在一点园里面 不需要工作 不需要支付 然后你在一点园中 你可以自由地生产 不需要老婆 世界内的是在我们的 六余天之上的色界天的 光明天里面的世界 所以说我们被感触了一点园 是因为人开始坐落 所以是上帝说 圣经里说我们人是原罪的 那么我们的佛法说 我们人是来消业的 消业的 那么在这个佛经中 我们从光明天怎么下来的 所以在光明天一个时空点上 地球诞生 五十亿年前开始诞生的时候 它是一个火球 所以它在逐渐的冷却之后 它变成一个蓝色的星体 一部分形成了蒸气 环绕在这个地球上 那个时候地球上只有植物跟水 还没有其他的生物的存在 那光明天的人他在太空中 看到了这个星体以后 诞生之后 他们觉得很新鲜 就来了一次星际旅游 就像是旅游马 旅游马 旅游一次 然后就旅到这边来了 旅到地球来以后 结果是大家就玩瓶 有些人就玩水 因为光明天没有物质 不是这个有限物质 它是纯光编音的一个晶灵世界 叫色列天 所以他们很好奇就玩 然后有植物 他们年花惹草 这个名词从这来的 年花惹草 然后吃 结果一吃以后 喝了水 吃了草 当天门要关 所以宇宙星空的时空要转变 通道要锁闭的时候 他们一部分人没沾花惹草 人家就什么 飞升上去 然后沾花惹草的都沉重 飞不起来 飞不起来 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 我的外公给我讲的故事说 你呀将来娶个仙女 我告诉你怎么去娶到仙女 你看见他们在洗澡的时候 就把他们的仙女给抱走 他就飞不上去了 小时候给我们讲神仙故事 他实际上在传递的一种信息 就很远古很远古很远古的时机 我们人来到这个地球上 实际上人是会飞的 但是我们人因为 他连浩安染了尘 所以就种了 种了 所以今天在全世界 还继续保持着会飞的人的一个影像 所以在西方天使都是展示的 在中国都是用悲天形象 所以他们羽衣 你看他在灯黄的悲天 全部是彩带的 就是说他会起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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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aker 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